歡迎各位又全面進場 話說在中美關係持續加劇緊張之際 路透社昨天登了一篇獨家消息 這篇消息其實是講及到 關於大陸的銀行 怎樣來制定應變計劃 去防範美國有可能實施的制裁 以及一旦實施制裁以後 最差的情況預料會是怎樣 路透社那篇報導 引述了五家中國金融機構的消息人士指出 大陸的國有銀行 預期有機會 因應港區國安法的立法 遭到美國方面的制裁 現在正在研究應變計劃應急 而兩名消息人士說 中國銀行和中國工商銀行 考慮到在最差的情況下 可能有機會 被禁止以美元結算 甚至是會被撤斷美元的供應 而路透社引述的消息人士還說到 中國銀行預測最壞的情況 就是旗下的中銀香港 可能會沒有足夠的美元向客戶對付 而造成擠擠 當然 這就是路透社引述的消息人士的預測 而且還在說最壞的情況 這篇報道繼續說 國際網絡和海外資產最多的中國銀行 亦在參考當年美國制裁伊朗時 究竟當地銀行採取了甚麼應變計劃 截至去年年底 中國四大銀行的美元負債高達1萬億美元 當中 中國銀行就以4330億美元 佔了各大銀行之首 另外 農業銀行亦有存 正在籌備應對的辦法 但是農行的應對措施相對溫和 現階段正在研究 制裁名單一旦落實時 如何找出受影響的客戶 並且要研究一下 在不能取得美元資金的情況下 客戶有甚麼潛在流動性風險 此外 路透社亦引述了一名 熟悉制裁法和反制裁法的律師所說 說香港自治法 就是具有一定的彈性 是可以限制銀行取得美元 以及參與美元結算 但是亦沒有強制執行的機制 最終制裁的效力是怎樣 仍然有待法案公佈更多的細則才知道 除了美國有機會制裁中資銀行以外 其實他們亦有可能 透過不同方式 來衝擊香港的聯繫匯率制度 以作為 反制港區國安法立法的措施 當然 在較早前 已經有兩家的日資投資銀行的報告 指出了 說這種做法 有可能會影響其他美資企業 相信 城市的機會不太高 實際上究竟 路透社這個消息 是否準確 我覺得路透社的公信力 也有不少 而且較早前 他們公佈過一段林鄭的錄音 連元堂也放在網上 故此我認為 路透社這篇報導的消息 可信性甚高 因為路透社不同於一般外媒的小報 他們可能會為了賣紙去谷銷量 而跨大謀的消息 老透社就不需要這樣做 至於在這篇報導中所提及到 有關於 個別的銀行 可能會遭到美國禁止使用美元來結算 究竟這個情境 有沒有機會在現實世界當中出現 其實不能夠完全排除 因為 根據參眾兩院已經通過的香港自治法 裡面列明了 賦予美國總統一個權力 將某些人士或機構 列入一個所謂的制裁名單當中 而且這個法案裡 關於制裁銀行或金融機構的部分 其實就是二次制裁 意思其實就是當某一家銀行或金融機構 他在明知道 服務對象受制裁的人士或機構的情況下 仍然跟他有業務往來的話 那家銀行或金融機構 就會同時遭到美國的制裁 當然 具體執行的細則是怎樣 仍然有待公佈 而且到底會不會執行相關的機制呢 權力掌握在美國總統的手上 故此不能夠排除 美國會制裁中國的銀行或金融機構的可能性 這個可能性是存在的 但是究竟 這個可能性會有多高的機會發生呢 如果理性一點來想都會知道 其實 一旦啟動這個所謂金融戰的時候 就是不單止中國的機構會出事 而且 多少也會衝擊或者波及到美國方面的機構 故此 美國是一定不能夠獨善其身 但是隨著總統大選的日子越來越近 而特朗普的民望似乎又沒有什麼起色的情況之下 究竟 他會不會還按照常理和張法來出牌 還是會為了尋求連任而不擇手段 做一些 全世界都意想不到的措施出來 實情特朗普的人 性格又自我 而且以往都試過 是不按照張法來出牌 故此在目前這一刻 很難會判斷得到他的行為是怎樣 好了 到底中國方面對這個消息是有什麼回應呢 暫時我就未找到有 但是 我就找到環球時報 在6月29日的一篇文章 裏面其實就是有分析到 一旦美國真的採取某些措施 來限制中國的金融機構 使用美元結算的話 可能會出現什麼的後果 那篇文章的標題就叫做 不得不防 美國好用的招都用了 但是對中國 還有瘋狂的一招 裏面就說到 唯一不是那麼好用的 就是限制 甚至乎是關閉中國使用美元的清算系統 這個美元清算系統 就是環球同業銀行金融電訊協會 即是所謂的 SWIFT 所構成的 美元在世界各地交易 流動 結算 以及儲存的 全球支付網絡 計價貨幣是美元 實際上是由美國政府控制 在2001年911事件以前 SWIFT 名義上是一個非營利的機構 總部設在比利時首都布魯塞爾 核下設有兩個交換中心 分別在荷蘭的阿姆斯特丹 和美國的紐約 在911事件以後 小布殊政府 以國際緊急經濟權利法案 強行把他的運行權打破 從那時開始 美國政府的對外政策 主導了SWIFT的正常運行 SWIFT 變成了美國手上的一張牌 想制裁誰 只需要限制或剝奪 他的SWIFT使用權 就可以把這個國家 逐出國際金融市場 伊朗 委內瑞拉 津巴布韋 甚至俄羅斯 都曾經是受害者 到底這篇文章 對於美國 一旦限制 中國使用SWIFT 系統 作出了什麼 研判 他對頭說到 若然真的監控限制 甚至乎關閉中國使用SWIFT 服務 真的會被中國造成 重大麻煩 和損失 但對於美國來說 亦都是飲鎮 止喝 玉石俱焚 美國的超級大國地位 儘管不會即刻喪失 但美元的霸權 亦都必將會攤踏 畢竟 中國有著的 僅持於美國的經濟體量 手中握著的 有龐大的美元儲備 和美元債券 實情 如果 真的不讓他用SWIFT 或者作出一些 所謂金融制裁 或者是 展開了所謂金融戰慢 中國可以採取什麼反擊 或者應變的措施 其實這篇文章的最後一句 是隱隱然的 寫了出來的 他就說手中握有 龐大的美元儲備 和美元債券 他不讓你用這個結算系統 但是中國仍然可以通過 拋售美債 獲得美元 美國絕對不會 限制美元債券的兌換 這是不切實際的 如果真的做到這樣 本身美元的信用 也會崩潰 故此 中國不是完全沒有招數 去採取反擊行動 但是 究竟 他們是否 十拿九穩 一定可以反擊成功 甚至是抵擋得住 似乎也不顯得出 有十分的信心 因為 在這篇文章裡面 提到 會對中國 構成很大的麻煩 這是事實 這篇文章寫得很坦白 此外大家可以看看 中國外交部長王毅 在昨天出席一個活動的支持的時候 批評了關於美國提出的中國威脅論 他怎麼說呢 他就說 五千年文明孕辱的中國 從來沒有侵略擴張的基因 大家可以看到 他其實是放軟了口風 大家都知道 他陷下很多外交部的發言人 都是戰狼上身 但是 當提及到中國威脅論的時候 他就變成像是演白面 就說 沒有侵略擴張基因 而且又說明 中國 是無意取代美國 其實他這個就是回應 FBI局長 克里斯托弗雷的指控 就說中國 經常都打算 怎樣成為世界上的 唯一超級大國 王毅就否認了 從種種的跡象都顯示得出 其實中國對於可能會出現的金融戰 他們就沒有十足的把握 但是他們仍然是嚴鎮以待 嘗試去制定一些應變辦法來應急 將可能發生的金融戰對於中國的影響 降到最低 似乎這個就是大概的 下全貌 好了這一節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 拜拜